困難 第一個是要什麼 判斷要輸出到銷貨名 因為我填好了 假設我今天 已經填了一張訂單 比如說這個客戶 他要什麼東西呢 那我就幫他填了一下 隨便訂 假設訂完之後 那當然我按新增 我需要把什麼 假如我希望把 這個 單號怎麼樣 搬到哪裡呢 搬到這邊來 OK 然後 訂單日期 搬到這邊來 然後呢 到呼日期 客戶編號 客戶名稱 電話 地址 總額 實際上就是這幾個 1 2 3 4 5 6 7 8個 一個蘿蔔有坑 幫我搬過去 所以第一個 我當然會希望知道就是說 我現在應該輸入到 Ctrl向下 應該輸入到 哪一列 特別說向下追蹤有沒有 的下一列 所以 第一個 當然我們 你不需要切過來啦 我是建議你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 撰寫追蹤的層 所以我們可以分 四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 輸出到哪一列 第二個呢把這些 八個資料 摳過去 第三個再把這些清空 最後呢把單號加1 寫回去 就是單號呢我們不要讓他 讓使用者自己去填 OK 那 首先第一個呢我要怎麼知道說目前 消貨名系 它現在已經到哪一列 那我們當然可以用追蹤的嘛 那追蹤前面寫的方法是這樣啦 就是 先切到這個消貨名系 裡面 然後呢 可以 Ctrl向下追蹤 那你可以用A1向下追蹤 或A2都可以了 那我們的寫法是這樣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呢 用Range 一般你可以先切過來寫沒有關係 或者是說呢 Range然後呢 A2 假設用A1 A1追蹤 點什麼呢 前面這個寫過蠻多的 and 錢瓜糊 向下追蹤到的列 有沒有 然後呢 必須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 我追蹤到是到16 但是我要17列開始 那這裡你可以多一個變數叫r r等於 這個東西 但是問題來了 你將來的按鈕 會是在消貨單裡面 所以記得在這裡的話 要跟他講說 我不是在同一個工作表 我是在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shits 刮糊 跟他講說 我的那個 工作表 是在 這個 叫做消貨名系裡面的 Range A1 幫我向下追蹤一下 抓到的r OK 他就抓到了 現在在第17列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順利的輸出過來 輸出什麼輸出呢 就是把 對應關係分別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把它填過去 所以 我們怎麼輸出呢 把這個 這個東西 輸出到他的 A欄 這個放B欄 這個放B欄 這個放C欄 一直可以推 那我前面講過 複製 複製來源 寫在後面 要複製的目的寫在前面 所以剛好那個順序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所以呢 我要把它cull過去 cull過去的 接收的部分寫在前面 所以我要寫到消貨名系裡面 所以 我要放在那個消貨名系 這個工作表 的 哪一個呢 點sale 為什麼用sale呢 因為上面不是有個r嗎 你可以 第r列 因為我知道哪一列 第r列 逗點哪一欄 我放在a欄裡面 OK 所以cull過去的話cull到這個a欄 來源的話呢 就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儲存 這個儲存格其實用range來表示會比較簡單 range的 什麼呢 這個的話就是 b 2儲存格 把b2儲存格cull到單號 OK然後這樣的話呢 Enter一下 那就換下一個 所以其實你底下的部分可以cullc 那這邊的話就是abcd到h 所以呢前面的部分呢 其實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的貼 abcdefgh 那你這邊可以分別改 那這個順序前面比較簡單 因為前面的話是 循序的 後面的話呢 其實你也照著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原理 那切過來這邊 有沒有 原來以這個 那後面的話 你可以也是對照一下 就是 這個b2 然後再來的話 訂單日期 這個 這個的話 你又把它改成叫d2 OK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一個就是 大陸日期 就g2 所以這邊的話就改g2 不過這個可能 只要小心一點 應該都不會錯吧 這個的話就b3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b3 底下的話呢 就是c3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c3 意思類推 分別 把它做改 然後 再來就是 什麼 g3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b4 跨欄至中的話是 看最前面那一個 然後再來就g4 OK 所以 理論上啦 如果你這邊都沒有做錯的話 那他就會很順利的把這個 幫你複製過去 把這個複製過去 OK應該看得懂吧 其實沒有太複雜的邏輯吧 先抓到要call的哪一列 加一列 然後呢 把資料call過 再來清空 清空的話呢 就是把 這兩個清空 白色的區域 這個清空 不過呢 b2可能不能清空 因為等一下會加1 所以這個b2先不要清空 那清空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也是用range 比如說我要先清空那個range 那個下面這個是b3 所以你可以跟他講說 幫我把b3裡面的資料 清空的話就點什麼呢 點clearcontents 這個前面用過 再來把哪一個呢 把這個清空白色區域 這個叫12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12 12把它清空 另外的話呢這個範圍 跟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這個也複製一下 用這個來改好了 這樣會比較快 這個範圍的話就是b2 到哪一個呢 不應該是b7 到b的哪一個呢 16 所以你就是把它改一下 b16 後面點clearcontent一樣 再來的話呢 這邊就f f7 到f16 所以複製一下 這邊改成f 然後底下後面這邊也改成f 好這樣的話呢就 清空了 看得懂啦 ok 啊單號加1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 把它加了1再存回去 所以這個的話叫什麼 其實這個是range的b2 所以拿這個來call比較快 這個rangeb2 那b2裡面要做什麼呢 幫我加1存回去 加1存回去怎麼寫啊 其實就是有點像k等於k加1有沒有 就是rangeb2 加1 存回去 它就變19了 應該可以看得懂這意思啊 ok 好程式寫完了 那能不能walk 其實我也不敢保證 不過呢 接下來如果你寫完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邏輯應該 每一個每一個 看起來雖然好像是程式 但實際上 就是一個對應關係而已 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今天我要把這個訂單 存起來的話 但是呢你剛開始寫完喔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喔 你不要直接就按這個執行 因為一定可能出錯 我是建議喔 要不就是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要不呢你就按F8 我們按F8好了 主行跑一下 R等於多少 17 沒錯 我寫到銷貨名寫到第17列 然後呢把東西搬過去看看 把他搬過去 當然你先讓他搬過去看看 接下來喔 先切過來看一下 OK 資料好像 有沒有出錯 也都對了 有沒有 都搬過來了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呢 再來就是 再讓他往下跑 清空 B 3 清空了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清空後面也跟著清空了 因為連鎖效應 12也清空 12清空這個也清空了 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範圍清空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範圍 這個跟這個 跟這個 都是跟著他的 有沒有 然後 F7也清空 那你會發現這個清空 這些也都空了 有沒有 整個都清空了 最後怎麼樣 單號加1 有沒有 18變19了 結束 程式寫完了 OK 應該可以看得懂啦 我已經盡量把那個邏輯弄得 非常的簡單吧 應該沒有什麼複雜的東西 頂多只是說 跨工作表 有沒有 因為我的 工作表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 就是多一個蓄詞物件 告訴他說在這裡喔 不是在原來的位置喔 另外的話呢也是跨工作表 寫到這邊來 這個寫到前面去 這個寫到前面去 最後清楚的話我想這個前面好像也寫蠻多啦 我們只是說呢 這種寫法 你另外當然你也可以寫成什麼 其實下面這一行你當然有同學說老師你為什麼不寫成Sales Sales可不可以Sales也可以啊 你可以寫成跟下面一樣第三列的B欄 等於空的 這個寫法跟這個寫法 結果是一樣的 那你 我是比較習慣用下面的寫法 因為用Sales 大部分會跟Fore回圈搭配的時候他會用到 所以理論上平常喔 大概就用Range物件 比較簡單 OK 最後的話 單號加1 加回去 這邊就OK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啦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請問一下 好嗎 謝謝 請問一下